1.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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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我們先調整一下時間 先調整一下時間 現在的時間是 1.10分 好,台灣差6個小時 是的,現在就跟台灣 就差6個小時 跟丹麥的時間一樣 那我們首先 先歡迎一下 要跟我們在一起五天的 這位司機,他是艾莎尼亞人 然後他的名叫做 阿羅蘭斯 阿羅蘭 阿羅蘭 所以我們台南的老臣 是說他叫做 所以今天開始的 就是那個叫做 蘿蔔 我們會一陣 蘿蔔 跟乳蛋 阿羅蘭斯 阿羅蘭 阿羅蘭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这个贝尔根 这个挪威的第二大城贝尔根 从机场到市区大约半个小时 因为今天礼拜天 所以应该是不会 但是它这个是没有什么高速公路的 所以可能大概在30分钟左右 我们会进到这个贝尔根 然后我们先去吃午餐 先去吃午餐 然后这个午餐是进挪威的第一餐午餐 跟这个挪威的最后一餐也是午餐 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两个 一家的 这个我们来使用这个午餐 那是过两天 我有在这里有一个小山铁 有一个人家的就是怎么做肉肉饭 所以我们倒倒要等 倒倒要等 有些三个在做午餐 那有些人还吃不吃吗 那有些人还吃不吃 那有些人还吃不吃 那一看这一看 那一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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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看 那一看 那一看就像一看 那一看 那一看 现在这个车子这样子 坐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舒服 还可以啦 OK 好的 因为我们要坐这部车 要坐五个钟 五天 五天的时间 好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城市呢 贝尔根 Bergen 它从十三世纪开始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 德国的商人 德国的商人 他们来到了 从德国这个北上 来到了这个贝尔根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们要来贝尔根 因为这个北海渔厂的雪鱼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他们来这边做什么呢 来这边做这种叫做 鱼竿的买卖 鱼竿的买卖 他们来这边收购 这个雪鱼的鱼竿 然后呢 卖回到欧洲 卖回到德国去 卖回到各个地方去 所以呢 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德国的商人来 所以在 因为在那个时代 十三世纪 十四世纪的时代 在德国他们的 因为势力非常的大 所以他们呢 对外发展 然后这种商人的 就像我们现在 现代社会叫做 这个叫做商业学会一样 商业这个组织一样 他们这个时候呢 就把它叫做汉沙集团 汉沙集团 像我们现在的德国 还有这个汉沙集团的存在 像我们知道的这个德国航空 就叫做鲁坦萨 这也就是汉沙集团 一直延伸到现在 一直延伸到现在的一个集团 然后他也有很大的这个银行 很大的银行 汉沙 汉沙集团 所以汉沙集团的 这些做生意的人 他们聚集来到了贝尔根 然后呢 被当地的人允许他们能够住下来 允许他们能够住下来 然后呢 开始了他们的这种贸易的活动 开始贸易的活动 然后让这个城市呢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当然主要就是生意人 来做这个鱼货 然后呢 现在整个的贝尔根寺呢 已经演变成为 这个叫做挪威最大 挪威最大的出口的港口 挪威最大的这个贸易出口的港口 那他们能够出口什么东西呢 包括挪威的 这个最大量的 这个全世界最大量的鱼粉的输出 鱼粉的输出 那为什么有很多的鱼粉 这个稍后 这个几天 然后呢 再慢慢的来跟各位做介绍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